俗话说,一年之际在于春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 也是我们忙于播种的季节 要想按时播种,不勿农时 就要提前做好春播的计划和准备 这样就可以知道什么时间应该播种什么菜 做到心中有数 虽然现在外边还是天寒地冻 还不能开始春播 但很快就可以在室内开始育苗了 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做播种的计划 和为春播做准备 首先,我们要计划今年准备种什么菜 知道了要种什么菜 就可以准备种子了 2月1号开始 许多卖种子的商店都开始出售各种种子了 因为春季播种很快就要开始了 这是Home Depot的种子陈列架 各种蔬菜种子和花种 琳琅满目 如果您好想请点赞 订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准备 种子买回来 要把它们排放好 我是把种子编号排好 做一个种子目录打印出来 等找种子时先查目录 然后再按号取种子 非常容易 下一步就要查清 每一种蔬菜的种植时间 和它的最佳生长温度 这些信息 可以在种子包装袋上 或种子公司的网页上查到 根据这些信息 可以做一张这样的播种时间表 这里的绿色代表 可以在室外播种了 黄色表示 可以在室内开始育苗了 但室外温度合适时 就可以移栽出去 这样可以延长蔬菜的生长季节 这里是指最后一个双冻日 你在网上可以查到 你所处地区的最后一个双冻日 是哪一天 我们这里今年最后一个双冻日 是4月23号 许多耐寒蔬菜 在最后一个双冻日之前 4到5周的时间 就可以在室外播种了 而一些生长期较长的蔬菜 如芹菜 葱 女衣甘蓝 和韭菜 在最后一个双冻日之前 10周就可以开始在室内育苗了 夏季蔬菜 一般都要在最后一个双冻日之后 才可以下地 但我们可以提前在室内开始育苗 如辣椒 黄瓜 西红柿 茄子等等 都需要提前在室内开始育苗 到最后一个双冻日之后 就可以把菜苗移栽下地了 有了这个播种时间表 就可以按时播种各种蔬菜 不会耽误了种植时间 下面就要准备育苗土 育苗土可以从商店买 这种seed starting potting mix 是专门的育苗土 这种育苗土 也可以买来材料自己配置 会比较便宜 我就是一开始买过一次育苗土 以后都是自己配的 我有一个视频专门讲怎样配置育苗土 里面讲了都用什么材料 以及怎样配置和各种材料的比例 这种育苗土 输松透气 保水 有利于种子发芽和早期生长 好了 现在有了种子 有了育苗土 又有了种植时间表 就可以按部就班的开始育苗了 谢谢你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